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山重大违规农舍 屋主穿白布条表达不满 铁道桥吊漆斑驳 公所渐情换新装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一节的国语新闻 所以首先先来看到有关政治的消息 民进党籍立委陈欧珀今天在宜兰市丢丢党广场 召开了参选宪长承担责任记者会 有许多支持者到现场加油 其中还包含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民等10名立委也出席相庭 并表态支持陈欧珀代表民进党参与明年的宪长选举 民进党籍立委陈欧珀今天召开参选宪长承担责任记者会 包括党团总召柯建民等多位立委都到场立庭 柯建民说2018选举是下届总统大选前哨战 宜兰是关键中的关键唯有成欧珀才有资格和难力来承担宜兰 立委陈欧珀表示 3月初有许多老党员劝进参选举 经过三个多月的思考决定担起责任 争取民进党县长党内提名 记得三类出马是很多老党员来欠进我参选 我只表示要规划参选 那经过这三个多月来详细的思考 我认为我应该来承担这个责任 因为宜兰不能输宜兰一定要赢 宜兰是台湾的民主胜利 我们民进党要推出一个最强的候选人来打赢这场2018的县长 特别是也是五合一 能够带动宜兰县继续前面执政的一个选举 民进党要做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 我们也要整体这个思考 所以我会邀请十个县政发展顾问团 至少超过一百位以上的专家学者 包括我们的中央民意代表 能够投入未来宪政的规划 与会的支持者以及民进党的公职人员 也一起高喊口号 为藏欧珀加油 希望他能在初选中胜出 并且赢得2018的选战 带动宜兰全面执政 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 另外宪政府今天是在宪明大厅 举办了106年度特优村里长 资深基优村里长 基优民政人员 资深基优林长 以及基优村里幸福将表扬大会 总共有71人受奖 由县长吴泽成亲自表扬 宜兰县106年特优村里长 资深基优村里长 基优民政人员 资深基优林长 以及基优村里幸福将表扬大会 今天早上在县府县民大厅盛大登场 由县长吴泽成亲自表扬勉励 感谢他们长期在地方做好与政府机关之间良好的沟通桥梁 就是跟我们庄亲八成直接 在那七十个 在那教导 在那佛上 到三个家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一般 这次表扬共有特优村里长12人 资深基优村里长2人 基优民政人员12人 资深基优林长35人 基优村里幸福将10人 总共71人获奖 无怨无由付出的获奖村里林长都表示 能够服务大家是他们的荣幸 会持续的做下去 我们的国家组织 我们可以继续国家组 可以整个社会来 给我们老人 北洋路东通商与街道 北洋流人的样子 一点 和船长 和船长家都算自己的最亲战的朋友 和和亲战 呈群 船长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 你會覺得很累嗎 沒有 我覺得很累 能夠餓的8萬人 感謝公園 憲服感謝各位受獎人無私的付出與貢獻 也特別執政聯合券木購物禮券 表達感謝以及慰問之意 宜蘭新聞記者石市民採訪報導 而在這一場表揚大會上 原山重大违规农社的屋主也专程来到县府 穿着不满字样的白布条表达心中不平 对此县长吴泽成事后接受访问时也表示 重大违规农社违反法令是事实 县府会持续和屋主沟通 在今天的县民大厅所举办的资深 基优村里领长的表扬大会上 即将面临被拆除的原山重大违规农社的屋主 带着家人共事人来到县民大厅二楼 身穿鞋的许多不满字样的白布条 表达心中对政府施政的愤愤不平 甚至一度大声喊出不满心声 对此县长吴泽成事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原山重大的违规农社违反法令事实明确 为了遏止这样的歪风必须要拆除 县政府会持续与屋主来沟通 我们一直想希望能够协助 不要造成人民的损失 但是实在是预业这个法令的限度太严重 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去遏止的话 我们会担心整个的这个法律 整个建筑农地的使用会失控掉 这个情况是不落建筑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很明确的不能盖 没有申请去盖的话 这种情况是不应该再继续的发生下去 我们也希望民众能够来配合手法 拿医规定来申请来使用 这样才是正本做到 尽量的沟通协调跟他说明 这个法律的这个限制 那么尽量给他这个照顾 但是在法律的界限上面 我们也很难去通融这一块 县府列馆的三家重大违规农社 郊西的农社已经被县政府强制拆除 而五节的部分屋主也自行拆除 目前仅剩原山这一家 预定要在6月10号之前要自行拆除完毕 否则6月12号县政府将强制拆除 宜兰新闻记者14名采访报导 有来过东山生态绿洲的民众 应该都有注意到 有一座造型特殊的铁道桥 尤其是还融入了桂山岛的意象 如果有火车经过就成为迷人的景色 只是铁道桥也已经出现了斑驳和脏污 所以公所是建议铁路局听取地方声音 要重新粉刷 造型特殊的铁道桥 常常是民众来到东山 最想要拍照留念的景点 不过仔细一看 桥生尤其不但早就退色 而且还有脏污 外界纷纷反映给东山公所 因此从去年开始 公所也智慧铁路局 结果到现在还是没下文 一直去年公所 一直有韩文叫铁路局来做 看是要油炸 把那些铁路细细细细 今年我们立不在这里办 很多油客也反映在我们的信箱里面 说乡上那些铁路 哪些铁路细细又没有刷 最近又一直在乡亲 一直到我们的信箱里面 就要刷爆了 因为整个都很美观 后来这些铁路 繩子跟他們都没有刷 我道德有欢迎 对此乡长表示 搭配东山火车站 跟山前游美景色 希望铁路局 听取地方的建议 来进行铁道桥的重新粉刷 一根公司我们的姓民 一直在建议 是不是这种车 озможно 我把它刷 比較有一個色系 比較輕一層 表示我們這個就是生態綠洲 漸不漸漸 別去刷紅色的 紅色的地方 看起來好像突出霧 把我拌圓都拆拆拆拆的地方 來刷紅色 我希望這個本色還要留得比較深色一點 我們就強調一個生態綠洲 設施要留得稍微 希望要拆進去 跟我們公所溝通一下 另外台修省道的東山河橋 地方也希望公路局同樣進行油漆整理 宜蘭新聞記者張立林 採訪報導 暑假就快要到了 家長還在為要幫孩子 安排什麼活動的煩惱嗎 宜蘭市立圖書館是特別推出了 兒童暑期夏之研習營 有念面人 科學遊戲 數位學習 虛擬實境體驗 攝影美學 藝術創作 以及彈捲娃娃等研習營 並從13號開始在圖書館受理報名 宜蘭市立圖書館每年都會舉辦 兒童暑期夏令營 今年的課程更加多元 除了以往的繪畫科學遊戲等等之外 還增加虛擬實境體驗 以及平板電腦研習課程 很多的小朋友 他對於3C都比較有興趣 所以有一些課程我們是利用平板 科技式的來做一個教導 像現在比較流行的VR 這個他小朋友可以自己來做這個3D的眼鏡 讓他融入其中 讓我們的本土教學可以結合現在時尚的科技 相互之間來做一個最好的一個連結 市長江松淵希望透過研習營 來啟發學童的創造力和思考能力 讓豐富多元的課程 陪伴小朋友度過暑假 並且營造一個讓家長安心 小朋友歡心的學習環境 如果我們可以有托育、保育的一個空間 讓家長無後顧之憂 可以把他的學童、他的寶貝 來寄放在這個學習環境裡面 他當然對於他的負擔會減少 他也可以讓他的寶貝、讓他的小朋友 在快樂的一個環境中來一個成長 所以我們要營造宜蘭有一個 這個快樂的學習環境 讓這些學童可以在學前 或者是在就學階段 他的假期都是充滿快樂、充滿回憶 很好的一個回味 這些都是可以讓我們家長放心 讓學童可以更加的用心 我們要將心比心 嚴信從13日起在圖書館受理現場報名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踴躍參加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欣採訪報道 還有蘭陽女中學生持續送愛到肯亞 這學期是辦理了舊書包新價值的活動 希望收集畢業學生不用的書包送往肯亞 改善當地孩童的舊學狀況 同時為了協助籌措運費 6月11日當天會在蘭陽女中辦理公益洗車募款活動 即救協救命、愛女孩計畫到一起助學之後 蘭陽女中的學生持續送愛心到肯亞 這學期與全台灣30所高中職 共同發起了舊書包新價值的活動 希望利用畢業季節 收集畢業學生不用的書包送到肯亞 改善當地孩童的舊學狀況 同時也將計畫推廣到復興、中華、郊西、凱旋 以及五節等國中 共同規劃校內的募書包方案 本校同學自發性的發起募書包到非洲 這個活動是非常有意義的 我們在之前透過一起助學這樣的活動 還有發起製作衛生棉 幫助非洲這些落後地區的孩童 希望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 以及他們的這個求學的狀況 那這一次我們更具體的人 來發起募書包送到非洲 我們就是在6月7號、8號、9號 然後還有下禮拜的12號、13號 然後中午跟下午都有 在學校的時候 對 校內的時候 像說那個至少可以使用兩年的限制 或什麼 然後等他們送來之後 我們會再更詳細的檢查一下 同時為了籌措 將來寄送到肯亞的龐大運費 6月11號將在南亞女中 辦理公益洗車募款活動 當天的上午8點半到下午4點 歡迎民眾將愛車開來 由學生為大家來洗車 每台車以150元為原則 當日所得將全數來捐給救協救命協會 因為我們要把書包送到非洲去 需要很龐大的運費 所以我們也在這個禮拜天6月11號 學生自發性的來發起洗車募款的一個活動 那很特別的是我們這個募款的活動 活動負責人表示雖然推動活動很累 但過程當中得到很多人的幫助 都讓辛苦的同學們覺得相當感動 來看到一位出生農家子弟的北城郭校學務主任 陳俊欽 他非常熱愛昆蟲 15、6年來不斷地養蟲 玩蟲經驗豐富 過去最多還在家中養了200多隻的甲蟲 並也帶到學校和學生分享 北城郭校的甲蟲繪本館的甲蟲和標本 都是他所提供的 堪稱學校的甲蟲達人 北城國小甲蟲繪本館 擁有活體甲蟲跟珍貴的昆蟲標本 而這些展示品幾乎都是北城國小學務主任 陳俊欽所提供 出生農家子弟的他從小是熱愛昆蟲 15年前在姻緣際會下開始在家養甲蟲 最多還有兩三百隻 他也透過昆蟲論壇跟網友交流養蟲的經驗 甚至還帶到校園跟學生們分享 成為學生最愛的昆蟲寶庫 丈母娘有一次去那個運動公園散步了 晚上就因為那裡環境很好 就撿到一些獨角線 然後就交給我來養 就開始上網找一些飼養的資料 看一些書啊 慢慢慢慢的增加這方面的知識 幼蟲之夜當中去認識到一些譬如說 昆蟲論壇論壇上的一些蟲友 那彼此就會分享一些知識啊 就慢慢的越養越多越養越多 在最高峰的時候有養到大概兩三百隻 因為我們都有固定安排 搬集到繪本館去閱讀 那這時候小朋友也可以在看書之餘 可以看看甲蟲 然後增長知識 信心主任他對甲蟲是真的非常的了解 讓我跟甲蟲有非常接近 然後幫他們照顧啊 食物都是由我們負責 那我們覺得他們很像自己的 兒子女兒一樣 接近大自然 然後我也對甲蟲有更深刻的印象 我們養甲蟲 有些是養外來種 像主任有講說 我們養外來種是沒辦法去放走牠 然後所以如果你要養牠的話 你就要彎彎彎彎的走完牠的一生 你要陪牠走啊 都要用最好的方式去照顧牠 陳俊青愛甲蟲玩出興趣 還把十多年養蟲經驗結合教學 不僅搜集資料放在網站分享 還讓學生親自接觸甲蟲跟標本 從過程中學習自然科的知識 陳主任打趣地說 他的家人因為不用再跟甲蟲朝夕相處 所以非常支持他把家裡的甲蟲帶到學校展示 其實一開始只是紅年時光的一個回憶 那慢慢拾回來之後 慢慢的從當中又培養變成一種額外的興趣 可是興趣之餘又可以跟教學做結合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事情 因為這些東西除了你自己興趣 又可以轉移到我們課程使用上 那本身又是老師 所以在教學能使用的話 那就是更棒的事情 所以我有做了網站資料 也有做一些照片收集 那我在接自然科的時候就可以把這些東西應用上 那現在又把這些標本放在校長這邊成立的一些惠本館裡面 然後可以讓學校更多的同學去接觸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事情 你把家裡那些東西都搬來學校 那家人呢會不會覺得很可惜 不會不會不會他們完全贊同 家裡的話我可能一開始就隨便亂訪 結果有一次我老婆就在那個沙發旁邊看到一隻火 他就嚇了一大跳 然後就警告我說 你這些蟲通通給我鎖起來 不准不准讓他出來 所以最後跟他協議就是發到廁所裡面的一個角落 所以他們覺得我拿來是很好的事情 談起假蟲 陳主任的表情總是特別認真 眼神當中還閃爍著興奮的光芒 尤其介紹甲蟲繪本館的各類昆蟲 總是能如數加深的分享專業知識 在教學中融入養蟲的興趣 讓學生非常佩服 儘管他謙虛的說自己要學的還很多 但他已經是北城國小師生心中最強的甲蟲達人 宜蘭新聞記者劉耀珍採訪報導 為了讓宜蘭在地產業藉由更多元的管道來行銷 一群文創休閒旅遊餐飲服務業者 組成了群聚平台 在經濟部的補助下 期望樹立藍陽品牌發揮創意 延續傳統以拓展商機 在專業老師的指導後 讓民宿業者了解如何拍攝短片 提供遊客留作紀念同時自我行銷 宜蘭5148群聚平台 取諧音就是宜蘭有意思吧 透過特色優質文創產業的結合 而且在經濟部審核補助下 輔導業者推廣行銷 群聚平台包括休閒旅遊 食品 文創商品 餐飲跟服務業 經過整合後 資源共享 互相行銷推廣 來提升產業發展 例如傳統醬油再度受到重視 民宿服務的提升 還有傳統漁業的多元推廣 我們家頭小群小群的人 都是主張說 以前我們的導遊都是小群 是媽媽他們家自己做自己叫的 但是你家家自己叫的 我自己吃而已 我們希望可以用這個東西 推廣讓所有的人都知道 讓大家更健康 現在宜蘭民宿業者面臨到 20多家的新的飯店起來 然後一過去單打獨鬥的絕對不行 5148我們有很傑出的顧問 還有領導人 我們家同心協力的話就會 民宿他本身沒有餐 他民宿的話他空間也沒有賣伴手禮 可是如果客人來他可以多一點收入 就一定要透過這樣子的一個交流平台 把優質的餐廳 還有優質的伴手禮都宜蘭特色的 像輕魚什麼 這樣子過來的話 我們一定是可以跟飯店競爭 其實來講 輕魚在市面上有非常多種 那這麼多種來講都 我們要去了解說 輕魚的品種是有哪些 那品質好的在哪裡 那當然一定要透過我們自己本身 下去跟民眾去說明 然後去直接給民眾來講試吃看看 試他的品質 民眾才會了解說 我們的輕魚魚跟外面的輕魚 哪裡有哪些差別在 無論是民眾要優惠 或是企業公司想加入 都可以下載宜蘭5148的APP來了解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 在新聞時間之後 接著也一起來看到 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氣預測 明天宜蘭地區是多雲 午後短暫雷震雨的天氣形態 降雨機率為50% 氣溫預測在25到31度之間 接著看到漁業氣象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蘭新聞 我是黃竹漢 也感謝您的收看 祝大家平安順心 我們明天同時間再會 我們明天同時間再會 明天同時間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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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西裝日阿嬤對我小酷 大小酷,東西都會流浮 哇! 今天就從我去幼稚園看人家去得 看人家在辦公室 看人家在美小槌,大小熬 這知道阿嬤的我 謝謝大家